Hello,大家好,现在是在拉萨这个游骑部落这个客栈部落的摩托车俱乐部这里 前几天不是遇见女摩托了吗 她想约我去跑一下冬季游戏子上骑摩托车 然后她的装备非常的齐全 所以我感觉跟着她跑我的行李可以少带很多 就是这个摩托车俱乐部这里弄一下摩托 我准备骑葱哥的那个本田190 我还没有骑没怎么骑过她这个 所以需要适应一下 我现在就是需要装一些保暖的装备 整一个电热手把啊什么的 都是一些摩托过来的 这里有个修车修车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田190 其他的这个车可以自己需要适应一下 这比我的那个飞机150感觉还是大一些 他们这里还养了一只松鼠 你看他他头上还有两搓毛 没有给他带点瓜子过来 嗯 来快点表演一个空翻 还真的表演了 你能听懂吗 哈哈哈 我完了 表演完了要吃的 你没得 哈哈哈 有钱的捧个钱厂 没钱的捧个瓜子也可以 这个摩托车正在出售编三轮 大地鹰王 四百 太两 这个斗里面坐着还是挺舒服的 往这边偏 往右边 对 往右边 稍微要扶着一点 对 大地鹰王这个牌子 你是在贵州买的 对 哦 你迟了多少公里了 我以为是这个摩托车里的 哇 从贵州骑过来的 嗯 一万两千公里 这个看似挺好看的 看 或许我们比较的 要难看 真的 应该的 反正就是 他那个座子没有那么舒服 他这个座子很舒服 挺舒服的 可以这样骑 腰不会痛 就有时候骑到累了 我就直接 我直接是这样 这样的 哦 对啊 就是就是这样 往后躺着骑 对 银钢反正我骑着 我觉得好难骑哦 我这前面还有一个斗斗 那个防备用邮箱的 哦 这个斗还挺大的 还要骑正常 它是挺好的 嗯 它就骑这个车的时候 就像这样 这样掰着 稍微往左边掰一点 然后它走了就是直线 如果你就让它放松 让它自己走的话 它就会往右偏 这个变三楼就是这个小姐姐的 从贵州骑过来的 它这个车子没卖了 它是后面这个就倒打了 哦对 后面这个就倒打了 哦对 后面这个就倒打了 没有用过这个 它就是换了一个把手把 哦还有中高 低中高度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们安装的这个加热手把 这个加热手把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是 连在这个总体上的电路中 它只要一开这个钥匙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开始加热了 但是你得注意一下 别别到时候没点火的时候 所以开着就麻烦了 看它多久可以热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加热手把 已经没用过 感觉好高大上哦 让它加热一会儿 这个就是一个调档的 这个高中低 先把它调到最大 调到最大先试一下 这是装到毛柳装破的 真的在西藏起上 晚上透明能装到毛柳边 哇真的现在开始热了 这个手 哎 还是有点感觉了 可以可以 第一次用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国宾 他们那个车 哎 还可以这个挡风 可以升降 然后这个座位也有那个加热的 哎 已经有点烫啊 感觉这样徒手抓有点烫哎 右转弯的时候它这个线容易崩到 拉得好紧啊 不行 好啊 那要去调一下嘛 这块是没怎么看 右转弯的时候把这个线给拉住了 拉紧了 会不会容易拉断了 这个要绑一样 哇这个太烫了 快该低一点开低一点 开到中档 哎 以后再也不用 在那个发动机上面烤火了 哈哈 可以直接用这个加热手吧 以前冷的时候就在这个发动机上面 发动机这里烤火 就是还差一个那个防风的 暖很暖的那种护手 因为这边不太好买 然后往上买 运到拉下又多星期太远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这个安装费和这个手把 加起来是268 就一对 看这个是什么呢 加热手把 不是很懂这个 没写啊 上面没写 没有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还是怎么的 这个如果说自己装的话 特别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绑 有天领油门绑了过后 到时候 对绑了这油门领不过来 好 后面就骑这个车了 这个车看的比我的飞子150大一些 这个车 跑着没有什么问题 我准备就架一个这个箱子 然后 这里放一个驼帽就可以了 然后女魔头那里有全套的 什么做饭啊什么的装备 我就带着录影装备和衣服 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不用带了 就蹭蹭别人的就是炉子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骑摩托了 最开始第一天还是需要慢慢骑 就是慢一点安全定义 然后这个车我也没有骑习惯 最开始第一天可能要稍微试一下 不过这个没事慢慢骑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视频拍到这里了 然后就到时候就出发的时候 我会拍一些装备的视频 冬天的西藏实在是太冷了 我需要带一些很厚的衣服和很厚的睡袋 就再给你们拍视频吧 拜拜